10月17日 曾志伟 叶童 郑佩佩等出席澳门第56届亚太影展记者会 由曾志伟的儿子曾国祥导演叶童主演的电影 All My Love成为影展焦点 曾国祥虽然是新导演 工作热情 却让叶童很是赞赏 我跟他合作之后 我觉得原来他真的是对 虽然他很新做一个导演来说 可是他投入很多很多的爱好 就是他很爱 他给我的感觉他真的很爱电影 然后他很爱他的工作 最近香港电视申请免费电视牌照失败 不少艺人都觉得可惜 香港电视在牌照申请失败后 第一时间裁员300多人引发社会讨论 从事电视行业多年的曾志伟 立马为被裁员工抱不平 这个吵人来得太创初了 而且可能这个是他的本钱 你不法给我马上吵人 让社会上很大的回响 其实我觉得当你第一天去挖角的时候 你应该有一个准备是说 万一我拿不到牌 这次人筹码 这次人不是你的筹码 不可能说我申请不到 我当然是炒鱿鱼了 这次人被你挖出来就很惨了 福货仔收保护费的情节 港式电影中经常可见 在现实中却已经消失一段时间了 不过今日好莱坞电影变形金刚四 在香港开拍之际 却发生了收保护费的事情 还导致导演受伤 一向快人快语的曾志伟 生气斥责打呼丢脸 近来爆出一份艺人片酬 加目表李连杰以六千万 居榜首成龙周润发迹后 不过曾志伟校园不可信 职业演员片酬都是有浮动的海鲜匠 东兴娱乐整理报道